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2024台北国际食品展将在6月26号,星期三到6月29号,礼拜六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隆重举行 而花莲县政府是特别设立了花莲主题馆 攜手14家在地农特产商家展示了来自花莲的优质农特产品 而县长许正位今天是特别亲自到场助阵 大家一起来体验令人嚮往的满精品花莲 今天请终于分享在花莲县实力杂志举办评业当中 有些四年荣获五星殊荣 这次肯定花莲荣友在推动农特产品方面的利用心去努力 感谢全国乡亲在地震之后对花莲的关心和支持 如果不客气往花莲还可以透过线上平台订购精致农特产品 更希望邀请大家亲自立临花莲无论是探索壮业的山川海洋 还是走访淳朴的农村和部落都能够深刻体验独特的深度资历 在这里我们无论是将我们花莲的饮食力量带进来以外 也将花莲推动我们美食的这个大主厨黄主厨带来 那我要再次谢谢大家花莲这个触住品感觉 尤其是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原住民甜心跳的舞曲 其实就是花莲我们528的20也就是幸福的感觉 那来到花莲您可以取到身心灵的平衡 那时候是我们的432的这个频率 所以花莲有每一个人的频率 欢迎来花莲探索找到你对的频率 找到你对的人生 所以在这里祝福大家 也欢迎大家 希望大家看到花莲就买下去 另外我要再一次谢谢在0403之后 无论是我们各县市或者国际的友人来到花莲 也有花莲相当多的知识以外 那也在我们线上平台也有订购 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没有来到花莲 没有进到花莲旅游 欢迎在现场来购买 龙叔表示 展览期间花莲政府还邀请花莲在地的知名大厨 包括艾斯可飞秘境私厨的零伦中厨厨 花莲节系爱美酒店餐厅主厨 黄麒伟 民事部餐厅庄装玉贤主厨 加加食堂的李建辉主厨 参与台北国际食品展 透过料理用美食来呈现 参加伙伴的优质产品 记得终于台北时报道